做一个油炸小牌 就是割葱姜蒜,生抽老抽料酒,13香 割一点点饶味,料酒和一点点汤 然后给它抓一抓一手 然后先割冰箱油,腌一下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腌了有一个小时 那么现在就是把油火放大 割炸粉,炸肉裹成炸粉 炸成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煎炸粉以后尝一张 炸了大概有 第一批没有裹炸粉 那么其余的话就裹一下炸粉炸 把油里干长放 再做第二批 一入热好了 成头烤过了 看起来好看吧 非常简单 简单又好吃 肉煎四PO 上边撒上一些葱花 提色 这盘菜就做好了 就算是 今天晚上吃的菜 还有一个盐煎蒜香肉片 一些芋头粥 芋头西米粥 挺好喝 蒜煎盐煎辣椒肉片 特别是盐煎的 蒜香肉片 今天晚上的蒜 土豆式的姜 蒜香小炒辣椒肉 肉片 炸炒排骨 凉腌和菜 这是一个猪蟹 水煮的效果 两大碗芋头粥 大家分一下吃 煎到五花肉 五花肉 整个给它煮熟 然后切掉 带皮 我上次烟排煮的 这样还有 不管是这样 蒜煎肉 就把蒜香炒掉 蒜沟老抽 一点豪牛 一点糖 还有葱 那么我放进去以后 上次没有完这些 就做一个蒜煎肉片 就好了 蒜煎五花肉片 就做好了 这个酸菜鱼锅用的是黑鱼 这个酸菜鱼锅用的是黑鱼 尝一下看好不好 再点一个干鞭四季豆 有肉有菜 再点一个夫妻被片 同油超手 这样有小吃 有肉有菜 有鱼 都全了 凉拌土豆丝 这是什么 蒜姜肉片 蒜姜小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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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个快菜 小油菜 炒鱼饼 买一份牛肉卷饼 韭菜盒子 小龙汤包 然后再热一个 昨天吃剩的鱼 就可以了 点了一个牛肉卷饼 应该看不错 点了一个川式回锅肉 这些浙的鱼 都是他还有一点 还有水 我们来打开 这一支这一支 炒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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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鱼